欢迎您和家人来到列治文医院妇产科中心 我们每年为超过1800个妇女接生 以下的介绍让你们清楚了解列治文医院所提供的怀孕 分娩以及出生婴儿相关服务 列治文医院位于Westminster公路7000号路段 医院里的妇产科中心包括一个诊断室 16间单人私家房 一间半私家房 一间有六张床位的新生婴儿加护病房 一个妇产科专用手术室和一个康复室 在预产期之前 请填妥医生或住产室交给您的入院前登记表 如有任何问题 您可以向医生或住产室查询 表格填妥后 可邮寄回列治文医院或交由医院地下室大堂的询问处或登记处 之后我们会把关于住院预选安排的资料寄给您 如果您选择产后入住私家房 目前收费每晚195元 费用包括每天的停车费 停车证可以在入院时到急诊入院登记处索取 我们会尽可能安排您入住同一间单人房 直至您离院回家 如果您或您配偶有额外医疗保险 保险公司可能会负责私家房的全部或一部分费用 要是没有额外医疗保险 您可以使用信用卡付款 无论您选择入住哪一种房间 从胎动开始到分娩 医院必定安排单人房间给您 就算您没有选择入住私家房 分娩之后您有可能会被安排留在私家房 但似乎情况 也有可能把您转到半私家房 为妥善安排请填妥入院前登记表交回医院 The Baby's Best Chance Parents' Handbook of Pregnancy and Baby Care 是一本关于怀孕和育婴的免费手册 可以从您的医生助产室或劣质文公共卫生署取得 您也可以上网查阅有关怀孕、分娩和照顾出生婴儿的资讯 The Healthy Families BC 网页 这个网页有很多资讯和事项提供有关怀孕 胎动、分娩、哺乳和照顾新生婴儿的资讯 这个是BC 健康家庭署提供的互动资讯网站 透过教学工具、小提示和事项教您成功胃谱母乳 还有在您怀孕期间到宝宝六个月解答您常预见的问题 我们建议您参加产前课程 特别是第一胎 导师会告诉您胎动开始后如何准备分娩 分娩会分为多少个阶段 您会有什么感觉 还会讨论您和您的配偶 在胎动跟分娩期间可以怎样互相帮助 课程也会提到哺乳、婴儿护理和住院期间的各种情况 列治文医院提供的产前课程 分英文班和中文班 英文班可以经Douglas学院报名 中文班可以经中桥互助会报名 透过Birth Plan分娩计划 您可以告诉医生、住产室和护士 您期望的分娩方式 生育计划范例可参考Baby's Best Chance手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